那你应该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 这个你是在多大的时候你自己知道的 很小六岁我就知道我应该是个女孩子 从幼时开始 金星就发现了自己心理上的异样 此前他在《个人自传》里写道 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了意识 在三岁之前 我总是跟着妈妈在女澡堂里洗澡 我觉得很自然 也没有什么害羞的心理 但五六岁的时候 妈妈让我跟父亲去男澡堂洗澡的时候 我却感到不自然起来 第一次进男澡堂 我特别紧张 在这样的想法之下 金星就萌生了想要成为女人的念头 21岁的时候 金星已经成为屈指一属的舞蹈家 但男女身体构造不同 男性远远不如女性 为此苦恼了28年的金星下了一个决心 我要变性 金星变性手术的真实过程 简直就是人间噩梦 你敢想象吗 为他做变性手术的杨主任 之前也只为双性婴儿做过手术 所以医疗团队曾经数次告诉金星 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可金星很坚定 他认定自己就应该是个女人 1995年的北京香山 第一天的硅胶植入进行的相对顺利 而第二天的清除毛发迎来了难关 手术过程十分艰辛 在去胡须的时候 医生担心麻药会影响后期的缝合 你要么打麻药 打麻药的话 你可能恢复过来 声音就变 哑了 我说不行 我说我的声音特别重要 他说要不跟你缝细一点 像女性一样 他说不许改变我的声音 这个声音属于金星的 他说那只有一个选择不打麻药 我说不打麻药 于是金星在清醒的意识下 将嘴唇的皮肤切开一个个去除毛囊 于是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手术 全靠金星熬过去 惨烈的场面 直接让一个摄影记者当场昏厥 最后是变性手术的最后一步 整整16个小时 期间四次大出血 虽然最后手术成功了 但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医疗事故 由于护士在手术过程中操作不当 导致金星左腿神经全部坏死 医生直接给他换卫了二级残肺 即使恢复也无法登入舞台了 当时金星绝望至极 一度想要轻生 在被窝里痛哭了三天三夜之后 金星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忠于自己的决定 手术后一直处于静养状态 他的左腿长达两年内毫无知觉 在周围人都觉得康复无望时 他也没有就此气馁 而是坚持复减 在金星坚持不懈毫无气馁的精神下 金星的左腿逐步恢复意识 最终得已成功站了起来 2004年 金星在巴黎参加演出 在返程的飞机上 与德国人汉斯一见钟情 相谈甚欢 从起飞到降落 画像怎么也说不完 后来在汉斯猛烈追求公事下 然后 金星就给他说 你追我可以 但我要把我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让你知道我的经历 让你知道我如何十来岁的时候 就一个人坐在天井里 幻想着成为一个美丽的女孩 他以为汉斯知道这些好 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毕竟他的经历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天 汉斯就给金星打电话说 我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想清楚了 我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 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我想见你 我想追求你 没想到 这一追 就是一辈子 这样的爱情你羡慕了吗